跟着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锦 宁静一手担言 两手托天理三交 上拖 下拖 上拖 下拖 上拖 下拖 下拖 上拖 下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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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拖 下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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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步 搭腕 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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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落 上举 下落 上举 下落 下举 下举 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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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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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转正, 起身,后桥,摇头摆尾,去心坡,上坡,下岸,右倾,左旋, 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 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 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上举, 摇头摆头摆尾,两手摆足,顾摻腰, 上举 下岸 版川 国域 攀族 上举 下岸 版川 摩域 攀族 上举 下岸 版川 摩域 攀族 上举 下岸 版川 摩域 攀族 上举 上举 下岸 反川 摩域 攀族 上举 举 上举 上举 举 上举 摩域 摩域 抱船 船船怒目 抓握 回收 回收 船船怒目 抓握 回收 船船船怒目 抓握 回收 船船怒目 船船船怒目 抓握 抓握 背后七颠摆病消 黄瓜目 驾船 曼 启页 增 雾 十 艺 柏 语 覆坐 并 オ 谄 ación 添 闻 体肿 编组 体肿 编组 体肿 收拾 两掌合鱼腹前 体态安详 周身放松 呼吸均匀 气沉丹田 好了 自己收拾收拾 好了 今天课就到这里好了 好 自己回去累了 先把动作练成 快急省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沈师兄 有粉丝问我 经常性的手脚冰凉 练习八段紧有没有用啊 日常生活中手脚冰凉呢 一般和心脏血管关系蛮大的 心血管系统功能要是出问题了呀 就会影响血液运行输送 就会手脚冰凉了 在咱传统中医里呢 这病症叫阳虚 是挺常见的一种情况哦 中医认为啊 手脚冰凉是天气变冷 或者身体受凉的时候 会让肝脏受寒 肝脏造血功能就受影响了 这样就引起肝脏阳气不足 然后肢体就冷凉 手脚可能发红或发白 甚至会有疼痛的感觉哦 那练习整套八段紧呢 可以促进全身血液运行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身体表面温度哦 像两手托天理三胶 左右开弓四射雕 调立脾胃须单举 五劳七伤 往后瞧 两手攀足固肾腰 这些招式 对席练者手部动作有要求 可以刺激上肢和手部血液的流动 摇头摆尾去腥火 攒全怒目增气力 背后七颠百病消对下肢动作有要求 能刺激下肢肌肉 促进血液循环哦 所以呢 练八段紧还是有用的 大家都跟着沈师兄练起来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每天坚持打卡八段紧的沈师兄 保养身体 八段紧和锻炼肌肉各有其优势 我国传统健康理论中 脾主肌肉 而脾的健康对肌肉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八段紧中的条理脾胃需单举动作 能有效锻炼脾胃 进而促进肌肉的发展 因此 练习八段紧的同时 也能锻炼到肌肉 两者相辅相成 而肌肉的锻炼 则能有效提高体外肌肉纤维的力量 柔韧及弹性等技能 这对于保护人体内部脏器起着外部支撑的作用 八段紧作为一种由内而外的保养方式 通过促进气血的运行 增强体内脏器的功能 延长各脏器的寿命 提高练习者的身体免疫力 然而八段紧和肌肉锻炼并不矛盾 反而适度同时进行更能促进人体健康和保养 当然八段紧除了可以锻炼身体 还可以调节情绪 减轻压力 对心理健康有益 而肌肉锻炼主要是增强心肺功能 提高肌肉力量和耐力 以及改善身体的代谢功能 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适度锻炼 才能真正达到保养身体的效果 跟着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紧 健康快乐每一天 谢谢大家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大家好 我是沈师兄 八段紧所采用的呼吸方式 究竟是顺服式呼吸 还是逆服式呼吸呢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 对于呼吸吐纳的总体把握 是有所不同的 在初学的阶段 沈师兄建议采用自然呼吸 待动作熟练之后 可以结合动作 逐渐过渡到逆腹式呼吸 而且呼吸应当细 匀 深 长 至于逆腹式呼吸的具体操作 吸气时 需提缸 收腹 隔肌上升 呼气时 隔肌下降 腹部放松 缸门也随之放松 在动作结合时 要遵循起吸落呼 开吸合呼 续吸发呼的原则 并且 在每一式中 松紧与动静变化的交替处 需采用臂气 由于每个人的肺活量 以及呼吸频率都存在差异 功法的动作幅度 也有大小长短的区别 所以 对于呼吸的方法 要灵活加以运用 不要升班硬套 如果感觉气息不畅 应随时进行调节 或咨询教练 对于八段井的初学者来说 要注意在练习过程中 根据自身的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呼吸方式 逐步提高自己的演练水平 关于八段井的其他问题 沈师兄之前也录了很多视频 可以去我主页里的 答疑解惑合集里查看 关注太极沈师兄 从零开始学习八段井 谢谢大家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